在下个月吧 因为我最近刚发了新传集吧 新传集叫做BETAIME 现在发现的篇章 第一发叫做 十五的困惑 之后呢 就发现四个 四个篇章 接下来呢 会在这个月的下个月 会有预告告诉大家 也是 新的三十岁前带给大家 所有人都喜欢 有什么小杯粉丝说的吗 想说什么呀 送一个包包 包治百病有没有 对对对 能在那么晚对吧 能在那么晚还能看 我看一下我帮他倒进去看一下 哇还有最后一分钟耶 抓紧时间 我现在突然秒变购物台导播 一分钟一分钟抓紧时间 不过这个包我觉得确实 还蛮特别的 我就是因为那一句 它很厉害的 不是这个 是不是蛮特别的 这个还蛮特别的 其他一家是一家 导购物台 全中国只有三个 相对今天直播 就可以抽到一个 准备截屏 准备截屏 加油 我截了啊 来 等一下等一下 现在几点 没事的 11点了 来了 321 截 是谁啊 我用 我用 是要打开那个 照片 我的手机好烫啊 哈哈哈哈 直播太扯了 这个 哎呀这个字挡掉了 叫做 那就叫这个吧 那个 周 周苗屋 第一个 就第一个吧 恭喜这位 恭喜这位 周周苗 但是前面好像有什么字 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帮帮看一下 谢谢 这款包包送给你 耶 是谁啊 是谁啊 我都不知道 应该是女人嘛 叫周周 周苗屋 应该是女人吧 有抽到吗 看到了吗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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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